看到图了在第三个第四正午之间 用手一摸就摸到了 是吧 摸到那个间隙就知道 所以目睹目留呢 我几乎很少单用 很少一起来用 我就是这两个针的 一针就是透两血 斜了扎进去 就是跟那个门巾的这个 跟门巾的那个是一样的 针头方法是一样的 但他在临床当中 他治疗的肝皮肿大 肝皮肿大也非常好 那么昨天呢 昨天前天啊 我们有一个学员 带过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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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个病人过来 他就是肝皮肿大 而二学那个肝大的 那个到齐这个水平 那个很大 这个这两个好几年了 病例穿刺检查的结果呢 这个这个这个病例 检查的结果是 否认的是恶性 刚刚是说恶性的 后来否认 但是找不到原方证啊 好了我们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网名叫火烧太极 哈哈我们这个好朋友 南极也不是太极南 火烧南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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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给他扎什么呢 他给他扎那个 最后我们又确诊了 后来他找那个经纬 经纬老师啊 摸麦 他一个月以前摸了摸麦 说这个东西啊 他不像恶性的 但质力挺硬的 搞不清楚在哪里 就是确实是肝皮有问题 就是这个麦症 可以到这个份上 我觉得也挺绝的 隔了一个月以后呢 现在他又摸了一下 哎 这个质力软一些 那这 这一个月当中 他发生了什么事呢 他给他扎了 扎针了 他说他取的是足三虫 木头木柳他没有用 其实木头木柳也可以用 他说扎足三虫的时候 有时候一扎针呢 这肝在里面在抽动 里面在抽动 在里面在抽啊 这是病人的自我感觉 他们感觉到肝在里面抽动 这样扎了一段时间以后呢 这里变软了 但是这个病人最好是放血 所以我给他处理一个方案 为什么要放血呢 肝皮肿大本身呢 就是一个中夹机具嘛 有型的东西 肯定是育乎 气质久了 有血瘀 血瘀久了才有 形成一个肿块 是吧 这个病本身就是告诉我们 它有育血体症 最关键的还不是这个 我一看他的舌头啊 舌头是 舌头是紫暗的 而是舌头两边 我们要不仅看舌下 那个静满动症 而且舌头两边舌下 舌下的两个边缘 两边舌下 都是有预斑的 而这两边的预斑 恰恰提醒你 它在肝胆经这个领域 是真的有预血的 所以肯定要放血 我让它放 每个月 如果你能放血量大的话 一百毫升左右 能放这么量大的话 每个月就放一次就行了 在阴历十五的那天 给它放一次 然后再扎人 可能效果还要好 在越远的那一天做 前提是这个放的量 就是放十一毫 这就没有意义了 就没有必要等到 那个十五的那天去做了 对吧 如果你能保证 那个量能达到一百毫升左右 这种大病啊 左右 去做的话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如果你能达到这个量的话 就选了 哪天做小最好 而那天的最容易放出血呢 是吧 越远的时候 那个人的气血最盛啊 方学后怎么办呢 我让他 我说你 一熬点中央都能吃 当时我给他出了个方 我说你就有大量的黄芪 比如说一百二十克的黄芪 加点当归 当归 就是加二三十克的当归 再加一点的筋血疼 三十克都可以了 加点质钢草都可以了 就给他喝点 你放血量大了好用 这个方法跟上 趁热喝 炸完这以后 立马 放过去以后 立马喝这个药 对吧 或者说你喝药以后 再炸那也可以啊 这个非常好 你看没有 其实这个是 这个方法既补气 又活血又养血 是吧 非常好用啊 这个就促进了 加强了这个放血的效果 加强了放血 一般的前提是什么呢 有些大病需要放血量 大的时候 可以大量的放血 可以配合这个 对不对 你那个当归是活血的 鸡血疼是养血的嘛 是不是啊 最关键是什么呢 这里面大量的黄芪 黄芪是补气的 补气 补血 这个有血的血 很难补起来 对吧 必须通过这个无形的气 气阻的血就生出来了 最妙最妙的是 鸡血疼 这个东西 鸡血疼是什么东西呢 它既有活血又养 活血还养血对吧 它的形状 你看过去 鸡血疼没有啊 它弯弯曲曲的 那个青色的 弯弯曲曲的样子 像人的青筋 像那个静怀血管 是吧 藤类样是入落的 藤类样 但是它那个形状 很像那个人 那个青筋暴露 那种那个青筋 那个形状 所以用它来 入落 因为特别是在 一路次学以后 用这个方式大量 把你去一路次学生 这边是这个效果 来得很可怕的